好 那就很开心你这次回到来 又愿意一起再继续我们上次所谈过的事情 那不如你讲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聊完之后 你回家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可不可以讲一下 比如两个的沟通 和和家人的沟通结果是怎么样 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的 上次听完的理论其实都有东西学到的 譬如我在想为何我们学高级同理心 我觉得高级同理心其实是指着有些说话 其实他背后有些意思 就是反映我自己最深刻的 就是有些事 那这个星期其实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约了他的家人 那我们说了会辞去的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突发的情况 也要我们接着过去 那 那 在去的途中 那因为 那些车 又迟了 那其实我是很心急的 我很着急 就是很 就是 一打给对方的时候 我就会说 唉 你家里这么 就是要去这么麻烦 坐车 刚刚又走了 总之是有点脾气 发泻了 对方就很 就是第一次安抚了情绪 不要那么稳住 就是没事的 要不他 立刻就尝试打给他妈妈 跟他沟通了 那个情况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急 那 解决了那件事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急 而我在车上 我都立刻有反省 就是究竟是 什么事令到我这么生气呢 其实就是 想深一层 其实就是因为我很在意 他妈妈说的话 我一在意他妈妈说的话 就令到我 一好像做不到那个要求 我就很容易问 我就觉得是 发现了自己 有这件事 而 就是 对方 就可能沟通了 就帮我 就是 解决了个问题 我觉得 是吗 OK 他当时有没有回应你的感受 嗯 回应我的感受 就是跟我 就是跟我说 不用那么 就是 就是没事的 不用那么慢 他尝试跟他 Mari 交通了先 OK 这有两个部分 第一句就是 没事的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不用那么怯 那这两个部分 大家想想 是 是 是属于什么呢 你 你说一下 是 不用急 是属于什么 你不要怯 是属于什么 不用急 是属于安抚他 嗯 就是都是安慰他的说话 不要怯 是 就是叫他冷静 叫他冷静 叫他冷静下来 所以是属于什么 是 是 都是安抚我 不断 是吗 还是指责他 不是指责 是叫他 叫他 吩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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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用急 这句就是 不用急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 你不要急 第二个意思 是 没有需要那么急 是哪样 你是 是 没有需要那么急 OK 没有需要那么急 是属于什么 其实这个我帮你 去分辨 说的话 是什么 是 安抚他 是安抚的 就是说出 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紧要 不用那么急 的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含有安抚 但是呢 就不是回应感受了 虽然呢 其实这件事 在当时来说 是已经是 平静了的 不过 不过 现在重演 现在重演 就是 他现在很急 死了 我们迟到了 怎么办 对不对 那 你可以说什么 是感受他的感觉 让他觉得 你知道他的心很急 你感受到他的心很急 那这个呢 就是回应感受了 那这个呢 就是回应感受了 现在试下重演 现在重演 就是用一个 你现在当是看那个情景 你现在试下做回 不需要做回当时的反应 就是这样 你可以做回当时的反应 你不用重复回 你不需要 总之知道当时你是很猛 接着你 怎样回应他 可以 我当时是这样的 我就 你不是当时 我不是叫你重演当时 我是叫你 改变那个剧情 现在用一个回应 他感受那种的方式 去重演 那不用这么急的 这一句已经是什么呢 是 是 吩咐 吩咐 是的 感受就是说 你感受到他发生什么事 然后 因为那种安慰性更大的 还有呢 因为他现在学到知觉 他知觉自己 就是 跟那个知觉论 知觉论有关系的 就是他知觉他自己猛 那他知觉他知道需要调教 但有时呢 有时他 就算知觉到他 他控制不到 但如果你能够 立刻懂得用感受的感觉 他就会快些平静的 那你基本上是说出他的感受 和原因 为什么他这么急 你又感受到他的急 然后你才安慰他 我知道你现在很心急 但是呢 其实 但是 不要这么快 但是 你 说一下 就是 我知道你很心急 你形容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好 我知道你现在很心急 可能怕 妈妈会 有点 急 还有怕他有点不满意 那 不用这么担心的 OK 那你就 你说了一点 那 我 这个 你也是好的 你想到多一句 那我想你呢 那个目的 是 说得出他的感受 和内心世界 以至呢 他听完觉得你 和他同步 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那这个就会令到他当时 是觉得更加舒服的 好 我知道你现在很心急 那妈妈可能 都好像很急 那样 刚刚就有班车 那呢 可以 不用太担心 可以 那这句是什么 我不是很会说 OK 好 不要紧的 那你知道 你知道 其实你知觉就可以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OK 好 OK 那我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很急 可以呢 譬如 抬紙巾给他 买汗 我知道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走 回车 那你又急 我也急的 我知道呢 又迟到 那可能呢 你又觉得 妈妈不知道怎么想呢 是不是会这样呢 那我问一下他 是否觉得你很害怕 妈妈不知道会想些什么 又觉得 迟到不好意思 那样 是不是会这样的感觉呢 那 你可以 是的 你 你好像回应我说话 那样回应 是啊 怕 遲了班车 又要等久了 等一下再转进去又久了 又怕他过到 即实际过去 比原定时间又迟了很多 那 就是 是的 有很大影响 然后 是的 OK 好 那我问一问你 当我这样回应你 而不是说你不用急 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嗯 最后 你好像反问了一句 那一刻就 好像 又指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是不是很担心 嗯 即是我说出你担心的东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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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妈妈不知道怎么想 是的 那你当你这样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你会那个感受是怎样的 和分别 即是当他说你不要急 那样的分别 我觉得 即是你反问完就觉得好像 我刚才真的指出了一个问题 就觉得 哎 我真是很害怕 有很大影响 那样 那他就 只是叫我不是很急 不过 他 又立刻 聯絡回妈妈 问回 这件事究竟 怎样的 嗯 所以 都算是 解决了 OK 即是他都很快 再打回来 就跟我说回 真的不用了 真的不需要 OK 那这个行动是好的 即是你打回妈妈 那我 我说出 即是说 我当我这样说出 他的感受的重要性 即是我跟你同步 我知道你现在 很急这件事 亦都 害怕着 迟了 不好意思 这样说出来 变成了 你说一件事 你觉得我有反应 是不是 嗯 指出到一个问题 嗯 嗯 即是指出你 了解你的内心 内心发生的事 是啊 是啊 其实我不是指出你的问题 我是 让你知道 你 即是好像我 我觉得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急 是啊 因为最初我的说话 敏那些 我就是说 哎 走了班车啊 等一下又会迟啊 但是我又不认识到的问题 其实是 即是 是很担心 一连串的 嗯 嗯 OK 其实那个原因 那 为什么这样做呢 为什么在沟通的时候 这样做呢 就是 我即时感受 我尝试感受他的感觉 而我说得出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互动了 即是两个人有互动 就会觉得 不是只有你说急 那我就说你不用急 那样 那就 就好像只叫他不要急 OK 好 这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跟任何人聊天 都可以这样的 不过我们很容易脱漏 但是呢 开始留意到 就可以 可以 即是 及早 有些更加令到对方 觉得我们一起同步面对 那样东西 我跟你一起 那就是 比如我再说 有些人的反应 还更加 负面的 就是给大家看到 一个不同的程度 比如有些说 你急来做什么 没有用的 你不要出声 那就指控了 就是由最温和 最感受他的感觉 直到 你先说一句 不用急 都可以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 急是没用的 另一个说 都不紧要 迟了都不紧要 这个迟了不紧要 其实这句是好的 为什么呢 我知道妈妈的意思 是想我们快点去 不过呢 就算迟了都不是很大件事的 不紧要的 这个就是安抚的 就是说出 OK 好 那你 跟着 说完下去 跟着 就是在过程中 你就觉得 他好像 帮你解决问题 这个情况都是重要的 因为解决 就是了解 原来妈妈 都不紧要 明白我迟了都OK的 OK 好 那件事你还想要继续说下去 还是OK的 这件事 OK 好 不如就说另外的 你跟 他妈妈有说过 是不是那件事 说过 将来可能会搬出去 那件事 是谁开始先说的 其实我们很久之前都有 谈过的 那 就是说 我妈妈其实是同意 如果我们搬出去 他自己一个人住 他也是OK的 就是很久之前 这么说过 那 但其实我们 我跟他 对方 都没有很 没有正式地跟妈妈表态过 说我们 以后打算怎么样 就是没有跟他说过的 那 在今个礼拜 那 我觉得 那对方都很 主动地去表达自己 就是很清晰地说 我们将来 都是有计划会搬出去 各样各样 是你说才硬啊? 是啊 在 烧夜食那天 是说的 是啊 是啊 他先说的 跟着 那去到后来 那 我妈妈本身她都 就是 就是 呃 没有了 成功人 还是主动人员 她都OK 但是 到最近 她 就是都 坦白了 我觉得她 都表态了自己会想 还有呢 是你们曾经 也都有 和妈妈说过 将来可能搬出去的情况 可不可以 那 不如 我想 首先 讲一下你们两个的关系 先 就是你们两个关系 在这个礼拜 你们的活动 和沟通 是怎样 是怎样 好 是 OK 不如你讲一下 上个礼拜 我跟你谈过 之后 后来你们两个关系 是怎样 和沟通 是怎样 和你有什么反思 那上个礼拜 聊完之后 其实上堂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我们都很想 很正面地去解决一些问题 好像上次 或今次 聊过的问题 那其实一直都是 只是 焦点在解决方法上 我觉得 那其实解决方法 没有问题 为什么整天都 还会 好像解决不了 那样的呢 但是就正如 好像上堂牧师说 那样 是因为我们 男生和女生的分别 我很难理解到 就是我也都不懂 也都意识不到 有这件事去理解 对方的感受 去有这个同理心 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能对方都知道的 就是不是一些 那么难想的方法 反而是要 理解对方 令到他觉得安心 觉得建立了那个信任 安心之后 可能会更加容易去解决 那么这个礼拜 我都很努力地去尝试 去做这件事 但是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我都努力 嗯哼 OK 那你有知觉性 这件事非常好的 那么其实 基本上就是 先我们示范 那个情况 关于 就是很急 去那个 吃饭那里 那样 基本上 你能够 说出他的内心 然后问他是不是 就是说 是不是 就是很心急 怕着迟到 不好意思 和妈妈的关系 都没那么好 现在又迟到 所以觉得又不舒服 那样 就是说出他那个 内心的情况 先 然后先 但有些时候 都不需要的 不过我这里 示范一下 有些时候可能 我只是打电话 告诉他 我们会迟些 可能已经解决了 就是这个情况 可以解决了 但是 基本上 我们懂得 怎样 什么叫做 回应 当时那个人的内心世界 和他里面 发生的事 让他觉得 我们跟他同步 那意思 OK 那你们 说一下 你们那个 互动 就是这个礼拜 那些互动 就是 你那个 interaction 聊天 和行动方面 有没有改善 看到你 有尝试去 就是多了跟我沟通 感受 虽然 未是做得 真的 很明白我的感受 但是 就是 在这个 尝试的时候 我也有 赞你 我记得 就是 有欣赏你的努力 嗯 也有 多谢你 你 听到他 多谢你 欣赏你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那 我觉得 开心的 嗯 因为 就是好像 互相理解 多了 嗯 嗯 OK 好 那 你说一下 跟妈妈 溝通 那样东西 你说到 跟妈妈溝通 可能将来 会搬出去 那样东西 因为我想了解一下 跟妈妈 那个 interaction的情况 那 其实一直都不太懂 跟妈妈说话 因为很害怕 说错了些东西 得罪了她 那 刚刚 好像吃饭的时候 说起住屋的东西 之后呢 大家 怎样说起住屋的东西 说起 因为她哥哥 快要搬出去 那 说 那间屋 即我们现在住的那间屋 除名 或者交租的问题 之后 有个人问起 那 我就很直接说 不要紧要 因为我和 我先生呢 迟早都会搬出去的 我们都会打算搬出去 虽然不是这几年的事 但是 一定会的 都直接表达了出来 OK 所以其实是 不是好像直接 和妈妈说话 那样 不过呢 好像回应 是回应另一个人问 是吧 是啊 但是这件事 就 说了给大家知道 说了些什么 说了给大家知道 我们迟早都会搬出去 OK 那么 其实 能够有这个机会 说出来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直接和妈妈说 妈妈 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搬出去 她可能会有一些 你猜她有什么感觉 那些儿子不理我了 如果她就这样听到 这个就是说 我们沟通的时候 我们都想想 我们说这句话 可能带给对方的感觉 就是可能觉得 哇 是不是有些事发生啊 这个我再深层了 不是就是不理了 是不是有些事发生啊 你现在不喜欢和我一起 那你现在想搬出去 那这样 那这些感觉呢 我们就是 去敏感 没说之前 已经想到 可能会带来这个感觉 所以你又不是和妈妈说 而是因为有人问开 这样说 就是你又趁那个机会 是非常好的 OK 那接着说出之后 后来 妈妈的反应是怎么样 就是她妈妈 对 好像 有什么反应 我都 不记得 那 那当一刻她没有出声的 那 后来呢 在家里的时候 她也有表达过自己的 其实她之前也有表达过 其实她跟哪个儿子住 或者自己住 都没所谓的 去到后来 她就很直接地说 就是说 其实她也很担心自己 露了 衰人照顾啊 一些 就是 担心的话 那 就 有说到 我记得 OK 那 你不介意我问你 其实我现在是帮你去 去 去 思考这件事 其实你妈妈算不算 就是 现在 是不是都 接近这个年龄 要人照顾 还是有时间的呢 呃 她 都 没需要的 但是 因为我爸爸过了身的 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那其实 将来她有这个担心 我都觉得正常 OK 好 那 说出这件事之后 你们有没有回应她 就是她说 我将来都想来照顾的 那样 我有啊 因为 就是住屋问题 她哥哥有表达过 到时他会搬回来 都可以照顾妈妈的 我第一句跟她说 不用担心了 哥哥说将来会搬回来 照顾你 那时候她说了一句 其实我现在都很需要 别人照顾的 她又这样说 我说不用担心了 哥哥会照顾你的 好 好 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你们可以 跟妈妈说些什么 建立关系 回应感受 这个不只是夫妻之间 跟所有的人 所有家人 和任何人 她有什么感受 其实当中就发生了些事 所以她会有这个感受 我觉得她是担心的 我觉得当时她的感受是担心 可能两个儿子都不想和她住 她会担心自己真的 没有工作能力 老了的时候 需要人照顾 都没有人在她身边 我觉得她有这个想法 除了之外 我还听到很多东西 她说现在我都 是 是 是 他都想有人照顾她 因为其实 现在 我们暂时 都很多人一起住 我 我太太 我哥哥 我嫂子 我妈妈都一起住 即是五个人 五个人 但两个会搬出去 将来 就准备搬出去 其实都 就准备搬出去 即是剩下你两个和妈妈 是的 那 因为 其实 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住在这里 其实妈妈都 她有上班的 但是她的家务 都是我们其他人搞定的 家务的家务 所有的家务 都是我们搞定的 我觉得她 即是 都想保持着现在的生活 即是可能有人去做一些家务 经济上面都可以支援一下她 等等 其实由这个对话 你知道你妈妈 想不想你搬出去呢 其实我觉得她 她也可能不想的 一时一时 她又很 因为其实她 她自己也不在家 她也想 她也说过 她想 有自己的家务 让她可以約朋友去玩 但是她又想有人照顾她 她也有这样说过 OK 我主要就是 当你想到妈妈的那些感觉 因为我听到你说 和听到你说有不同的 是吗 有点不同的 你就说到 妈妈也想你们现在照顾她 你就说 妈妈也想自己有自己活动空间 那些是否之前说的 是呀 对比起她说的 是之前说的 OK 因为我们要分辨 到底她 是否听完你们说 会可能搬出去呢 就有这些反应呢 就是她之前说得很口爽 但现在发觉 两个儿子都可能搬出去的时候 可能她就立即表示 她那个耐心的感觉 我觉得是的 OK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那我们怎样有同理心呢 这个同理心有些冲突 有些冲突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搬出去 她又不想你搬出去 而表达了的时候 如果你很感受的感受 你陪她一起又好像 你自己又没有你的空间 所以变成了一个冲突 但是我们依然应该是回应她的感受 可以怎样回应呢 现在问的问题 可以怎样回应她的感受 可以怎样回应她的感受 回应的感受 不代表一定是永远跟我一起住 依然是两个东西 你不要听她 快点 即是当我妈妈在那 对啊 你当她 那 妈妈 我知道你 都可能想和我们一起住 因为到了你 可能年纪再大一点 你现在没上班的时候 都想有人照顾你 这句说出来 她未必喜欢听的 虽然她这么说 但是有些说 你现在老了 你用一个感受的角度 感受令她觉得被关怀的感觉 先让我再澄清 你妈妈 哎呀 我偶尔都要你来照顾 我老了 那又跟着 是呀 你老了 她会很不开心 即是说 你现在都成年我老了 她觉得很不开心 但是我们是回应她什么 你想想到 两个都可以说 那怎么说呢 其实你妈妈这样开放自己 你是一个好的机会建立关系 而且你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建立关系 就会令到你和她一起的时间 都会舒服很多 妈妈可能你都会想我们继续照顾你 那还有 还有 是啊 那你试一下 比如说 妈妈呀 就是 哥哥 嫂嫂 搬了出去之后 你是不是 会很担心 就是担心 始终 我 不像嫂嫂那样 就是 就是很照顾你 会常常陪你聊天 会 常常煮饭给你吃 可能 会很担心这些东西 也都 也会很害怕 如果连我们都搬走了 好像两个儿子都 都 不照顾你 只有你一个人 那就 就是 不要说 家里开支 那些 到时 觉得好像没有人理自己 那样 就好像 你经常看那些剧 又怎样 一个人孤独中老 又安乐死 那些 安乐死 他有看过 他有跟我说过 他有跟你说过 他有跟我说过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